Hello,我是EG 這條影片就要記載我 怎樣用四個月操練時間 去由未冠男變成鋼跳男 都不是說很鋼的 但是就有線條 kind of 成功 所以這條影片坐車看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不是有很多鑼露鏡頭 而是會有很多 啊啊啊啊啊啊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所以在這裡我就要跟你們說 我在這段時間內 到底做了多少運動 做了什麼的肌肉 以及吃了什麼的 今天看到我來到XLAB健身室 要做這個貴度計劃 四個月的時間,我要操練大隻 有請!我的教練Anthony 你現在過來先過來先 哇,好笑啊 你一拍片,不用坐那麼靜 其實他跟我說了 一個星期做兩至三天 說了很久 只不過我的時間也不夠了 決定了我不管了 我要用這四個月去做 可能會導致你不出片 現在這四個月就要認真訓練了 為什麼這句話不是你跟我說的 這支有恆心才可以的 我不是想要很大隻 所以我要在這裡跟你說 你應該是想要有基本的線條 是啊 是不是沒有肥仔波呢? 是啊,我是說這個的 我到現在30年 都沒見過腹肌這件事 在我自己身上 在這個企劃中要挑戰一下 盡力幫你重現腹肌吧 什麼重現? 我沒有練過 好,那現在開始了 第一件事 我們就拍一張 變褲的肥仔相 如果你們能夠看到我的肥仔相 就代表我成功了 要不然你們不會看到 我想說其實我每天吃的東西都是超好吃的 未曾有一天肚餓過 有好幾晚還飽到快要吐出來 Anthony就是我教練 他最喜歡跟我說的就是 Train like a monster, eat like a bird 然後我就開始了第一個階段的Basketkick 主要是胸、胸、胸、二頭、三頭和腳 不是去做健身的日子 在家裡有時候都會舉啞鈴、踩一下肌 一開始Boking的階段 Boking就是增肌的階段 我就... 咦? 我只需要一個星期在家裡踩兩天的肌 那部肌也很便宜 迪卡龍的三個水以來踩一踩肌 我不知道踩一踩肌 每次踩半小時 然後吃東西才是整個過程中最困難 不是不夠飽飽飽 因為你要吃得比平時多 那些肌肉才肯長出來 教練就計算了一個份量給我 只要我一天吃夠的份量就可以了 當宵夜吃其實也不要緊 我有很多晚上都是臨睡前吃 吃完就去睡覺 其實對你的減肥是沒有影響的 不過對你的胃的健康有影響 我感覺到你最有興趣的應該都是 那我吃什麼呢? 我自己就是一個不怕吃東西悶的人 我很懶去想要吃什麼 所以現在他有一個規格給我更好 我在這四個月內都只會吃同一餐 當然不算拍EG 不算走遊戲 那些就做事 其他時間我一天三餐都只會吃同一款日式餐 現在教你們做 我現時自己肯做飯 白炸雞胸 黑椒味 雞蛋 我生吞 但是你喜歡煮可以煮熟 吞奶魚肉 最好吃的東西 一包六十多元 但就夠我吃六餐 普通白飯 教練就給我加飯素和米醋 本身他說壽司醋也可以 但是Joyce推薦了這隻米醋 我自己覺得更好吃 它有的卡路里比壽司醋還低 我覺得好吃的比較酸 然後就是飯素 這次Joyce在日本買的 超好吃的芥末味 為什麼會有一個磅呢 因為要計算份量 但份量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不說份量 只是說裡面吃什麼 是不是很吸引 一道日式如生飯 你們是不是以為每餐都是這樣呢 除了第一餐之外 其實我每天的飯的樣子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樣子不是太重要 吃到下肚子都是一樣的 我朋友叫這東西做狗糧 但我叫他做生下肚子狗糧 我知道日本菜好吃 但吃一頓真的可以滿意 所以不要緊 教練說還有很多好吃的選擇 但我不想煮 所以現在就去教練家裡幫他煮給我們吃 雖然東西很好吃 但看影片加起來也十多分鐘 今集就不如只是行為紀錄 給我多一個星期 我剪下教練煮這兩餐 當然還會想想想 當然還會喝那些鋪田奶粉 我想說那些鋪田奶粉 加進淨啡那裡 混合它 很好喝 是甜品來的 一杯很甜的咖啡 但又可以喝 因為那些只不過是鋪田奶粉 是不是都要喝 因為四個月 現在速度開了 頭兩月增機 後兩月就減資 而頭兩月的增機期 其實我都有cheat meal 可能一個星期會有一個cheat meal 吃什麼都可以 過了兩月之後 就剩下兩個月的cutting 其實cutting 我會吃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份量會減少很多 尤其是飯 主要是減飯 就是減少一些碳粉 就是逐個星期看我的體重 然後再給我份量 慢慢減少 因為原來不可以一下子減飯 因為一下子減飯 怕我的身體適應不來 怕我的肌肉會燒得很快 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cutting一開始的時候 每個星期變成 我還要減少5天的 因為主要是想我消耗脂肪 到了最後的階段 一個星期才是7天的 只有每天減少一次 每次變成40分鐘 即是要開兩套東西出來看 在中間面對聖誕和新年大敵人 即是喝了不少酒 吃了不少肥的東西 就到結算日了 夾這裡 拉了夾這裡 不行了 浪漫低了 今天就拍見算了 大家應該覺得我應該 真的不同了 而最不同的 是他的髮型 形象很重要 我想說這裡有在拍片之前要塗唇膏 真的要 我會爆你出來的 這個教練很厲害 這個教練 真的很重要 這次是見到出乎我的院外 我原本DG 本來也有火焰造物 他很瘦 現在都幾乎多了 我乾身程度也真的出乎我的院 記不記得我第一天過來找你 我是跟你說 我真的要見到谷徑的 說真的 我在第二個院的時候 我都不相信 現在叫做有D 雖然是199 他是說我奸肥是二個增肌很多 我在暴徑的時候我真的不相信 現在在暴徑的時候我還看著這裡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怎麼知道 一到Cutting的時候 一個月之後就開始見到儲光 他之前就跟我說 我還會做什麼樣的淡心 然後我發覺原本是深邃的 我現在就覺得雖然乾身了 但是真的一完結了現在這一期 現在又會馬上再吃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真的可以再 再脹一點點 因為現在我還是覺得 真的成功減肥 但好像有點瘦 所以我都說不擔心它不夠乾身 你擔心它真的不夠大 現在為什麼要快點脹一點點 就是因為我覺得臉很瘦 是 有些果狼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我的目標是 山下之狗 那我現在就要弱它一點點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叫我弱之狗 咬完了 不要笑嗎?為什麼你不笑呢? 不要再拍了 這麼突然 我發現了一件事 你先摔一下 這樣 我這樣拍 其實是有效的 YEAH 那也算是成功了 以下還有一點健身後 學到的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就是吃宵夜不肥 通常人吃宵夜會肥 是因為 他吃的東西都是很肥的 因為他的數字 只是你每天會消耗的卡路里 是多於你每天攝取的卡路里 那其實他就會開始減肌肉和減脂肪 兩樣都減 所以那些 protein就要吃得很足 第二就是一開始去keep fit 或者操練 我感覺到最大的難題 應該都是不習慣 你一做完之後 起床 那兩三肌肉痛到 混蛋 但是你只要辛辛苦苦的 捱過兩個星期 說真的你平時有操開的那些位置 到第二天起床就已經不懂得再痛了 第三就是好看不等於好用 即是跟教練相處了一段時間 我知道了 平時你比賽沒看到大隻好大隻 肌肉線條好分明 總之好像一拳窩死人一樣 原來事實是正好相反的 因為比賽是一件很嚴格的事情 他們會用各種辦法幫自己收水 例如不吃飯 不停焗汗 吃好少東西 但粗豪很多很多很多 他們當時的狀態其實是很虛弱的 你跟他隻抽一分鐘就可以打贏他 不見以示 第四就是肌肉和脂肪是兩樣東西 即是脂肪不會變成肌肉 即是不停舉鐵 所以你看到 如果那個人是瘋狂吃 不戒口 每天都過了卡羅里 其實他不停舉鐵 他的肌肉依然都有在裡面 只不過脂肪包著我看起來 就不明顯 但他的力氣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比鋼條藍多 你看一個白人挑戰就知道 有些看起來像肥 但不是的 他很大隻 即是他的肌肉很多 那些人的力氣是最大的 所以真是好看不等於好用 但我會選好看 哈哈哈 接著就是 肌肉量越多的人要減肥的時候 就會越快 即是如果你本身 肌肉量是多的話 你跟一個本身沒什麼肌肉的人 要一起減肥 假設大家看起來差不多肥 有肌肉的人 會減得快一點 因為肌肉多 他每天要時限昭好的卡羅里 都比較多 所以肌肉量比較多的人 減肥會快一點 接下來的目標就是 我不要變成大老的 但也不要受到 希望今年的暑假 可以拍到一些肌肉相 希望可以 OK的 我仍然可以遵守這個食物的規則 繼續舉鐵 到最後都幫我教練宣傳一下 他就說會送給EG大國仔的觀眾 五行試堂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這條影片 我IG會出一張 BEFORE AFTER照片 在那個POST下面就留言 你說想試堂 然後我問教練有多少名額之後 我就會根據那道想試堂的留言 去聯絡中獎的幸運兒 可能我們會在GYM WOM 見到 都未定 今次的操練心得 就到這裡 不知道半年之後 我的身形會有什麼變化 不希望不要再肥 不會的 我應該不會被自己肥 因為其實想她的身形漂亮 都是希望可以自拍運動的廣告 維他命的廣告 健康品牌的廣告 失調問的廣告 但是半年之後 我可能會再出多一次片 去說我怎樣去 包大隻一點 分享完畢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窮啊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 Youtube日子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其實都沒有專門教剪片的技巧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八年裡面的剪片經驗 全部組成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裡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我已經是我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這麼多年以來 儲藏的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Bye Bye